在今年的3月23号当地时间7点40 一艘装买了2万多个货柜的长次号集装箱货轮 在苏伊士运河横向搁浅阻断了航道 致使苏伊士运河全线停止运作 影响了超过300多艘船通过运河的计划 根据英国的劳艾德船舶日报估计 清理障碍所需的每一天都会打乱价值90亿美元的商品运输 使得运输成本上涨 在堵塞期间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每天的收入也会减少1400到1500万美元左右 这个状况会持续整整几个月的时间 苏伊士运河为什么有那么重要的影响 它本身又经过怎样的变迁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苏伊士运河的前世精神 现在我们看到的苏伊士运河虽然是清代文明的产物 但开凿运河的想法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 现有的历史资料表明 很久以前埃及法老就有了连通洪海和尼罗河的想法 来自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的统治者 辛努塞尔特三世 有可能是最早进行尝试的人 这剧情已经有将近四千年的历史 之所以说有可能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实质的考古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大约在公元前1848年建造完成的也只有一些在雨季 可以通航小型船只的灌溉区 第26王朝的尼克二世 从公元前600年左右正式开始动手建造这样一个渠道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运河不同 他的计划是先建造一个东西向的水渠 连接尼罗河分支上的Zagzik和东面一个历史上叫Pithem的城市 然后再连接到现在的苏伊士湾 然后直到他去世呢 这个工程也没有完成 而且被搁置了下来 100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500年 来自波斯的征服者大流士伊士 最终完成了整个工程 形成了一条从尼罗河分支开始 经过大苦湖直到红海的一条运河 但是中间最为关键的东西向通道 只有尼罗河泛滥时期才可以通行船只 托勒密王朝是在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地去世之后 在埃及地区的一个独立分支 在这期间 托勒密二世在公元前285年左右 在运河南面的入海口 第一次利用水闸 分割了海水和从尼罗河引过来的淡水 后来公元98年 罗马统治埃及 当时的罗马皇帝图拉针 没有使用原来从尼罗河分支出发的航道 不再经过Zagzig 而是从旧开罗开始 新建一条运河连接原本东西向的旧水渠 再汇入红海 至此呢 所有古代版本的建造都已经完成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时期的建造都是利用了尼罗河或者它的分支 达成地中海和红海的间接连接 由于拜占庭人对运河疏于维护 以及后来阿拉伯统治者的封锁填沙 到15世纪末为止 南断的运河已经沉寂了整整700多年 然而1488年发生的一件大事 又改变了一些人的想法 1488年葡萄牙的航海家迪亚士 绕过了非洲大陆最南端 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线 这改变了整个东西方贸易的格局 原本东方的货物会由陆路 经过现在的土耳其 再经过水路 到达威尼斯 然后分散到欧洲大陆上的各个地方 这使得在新航路开辟之前 威尼斯成为了东西方交流的前哨站 威尼斯商人的名号也在大量的贸易当中声名显赫 但是 现在欧洲各国 尤其是西欧和北欧 完全可以不经过威尼斯 绕过好望角 直接从海路通到印度 看起来是绕了远路 但是在当时走陆路 远比水路更慢 也更贵 这使得威尼斯急迫地想要一条通往东方的海上捷径 他们就这样想到了埃及 这块要地 他们向当时的埃及提出了修建运河直接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提议 可惜不久之后 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 这个计划也一起打了水漂 1854年到1856年 法国前外交官费迪南德雷塞布 利用和当时奥斯曼帝国埃及地区的最高长官的私人关系 取得了特许权 可以开办公司建造直连地中海和红海的一条运河 最终在1858年底建成了苏伊士运河公司 也就是现在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前身 从1859年开工到1869年建成 整个工程耗时时间 前后动用了大约150万的劳动力 在任何一个时间段 工地上都有超过3万个劳工 同样在1869年竣工的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项目 那就是美国的太平洋铁路 美国的这条铁路连接了大西洋和太平洋 再加上苏伊士的竣工 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环球贸易通路 从此把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860年一个法国的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巴托尔迪 设计了一个举着火把的埃及普通女性的雕像 1869年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 他尝试说服费迪南和埃及当局 能把这个雕像放在北部塞德港的入海口 还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埃及将光明带给亚洲 然而这个项目被否决了 在兜兜转转之后 1886年他又把这个想法兜售给了美国 并且改叫自由点亮世界 最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都知道的 自由女神像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纽约港的雕像 最开始是按照埃及女性形象创作 而且是为了苏伊士运河设计的 1956年由于埃及当局和苏维埃政权走得很近 使得英国和美国都从当时埃及再建的 阿斯旺水坝项目当中撤资 因为苏伊士公司当初是多国合资的公司 埃及总统就立刻宣布 要国有化这个利润不菲的公司来进行回应 这最终上升到了埃及和英国 法国以色列的武装通途 也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 1967年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 埃及也迅速宣布封锁运河 停止一切航运 和以色列各自待在苏伊士运河的两边 开始了对峙时期 直到1975年紧张局势结束才重新开放 2014年苏伊士运河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拓宽 从大苦湖北端开始 新修建了一条庞道 为了方便船只可以同时双向航行 来增加运河的承载能力 一年之后的2015年这个拓宽计划在耗费了90亿美元之后 终于完成 根据估算 现在大约全世界80%的贸易走的是海运 而这里面又有10%到12%必定会经过苏伊士运河 每年单单一个运河的收入就占到了埃及国民生产总值的1.5%左右 可以说苏伊士运河不仅是埃及经济的一个重要支点 更是全球贸易通路的一条主动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